大家好,我是雷香 繁中的家裡最近終於要抵達北歐一文帶 也就是正式開啟了2.2的主線攻略 我們這次將會來到這冰雪與火焰 所交替共生的北歐世界中 尋找拯救人裡的突破口 當然如果提前開啟主線的話 主線卡池當然也會提前開放 讓大家去衝帥到破表的希科以及女武神 也就是那個綠卡周圍的強力打手之一 瓦爾基里 這些由奧丁所製造的女兒們 到底該如何搭配以及使用呢? 他們的優缺點又在哪裡呢? 為了讓大家更加清楚 和了解瓦爾基里的優劣之處和使用方式 變出了這部影片 稍微介紹一下這一名 應該說是這三名 又強又香的女武神吧 還沒訂閱的話 就記得按訂閱以及小鈴鐺 方便以後才按更多關於不同從者的攻略哦 影片下方也有雷槍製作的FGO攻略網站 幫助大家理解不同從者和活動以及主線攻略 那我們正式進入主題吧 同意隊 懸言開始 同意開始 同意開始 照準完了 拉圖蘭諾 Deeves 四星蘭莎 瓦爾基里 技能一提升自身綠卡性能以及寶具威力三回合 技能二自身回避若體無效一次三回合 並且傷害減免三次三回合 技能三是賦予自身每回合MP和HP恢復 並且持續產生三回合 個人推薦先練一三技再連二技 寶具則是綠卡600%的全體寶具 在打傷害前會先賦予自身必中一回合 並且傷害後具有魔性即死的機率效果 不用多說 女武神最大的特點就是在於 寶具連發的性能非常優秀 三回合的綠放以及寶具威力提升 再加上回合NP回充效果 而自身的色卡性能並不差 高達7K的寶具提速 讓他與雪神鷹並列為Lancer綠卡周回神角色 而自身技能2白鳥裡霜所提供的防禦性能 也讓他有一定的生存以及防控能力 再加上寶具前的必中和寶具附帶的魔性即死效果 讓他在攻防層面上都有非常優秀的表現 成為遠超四星真物星的強力打手 當然他也是存在缺陷的 體重一個就是他的基礎攻擊力真的很低 只有8000開頭的ATK 在整個FGO四星重組中也是倒數幾名來著 所以技能力度以及寶具等級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 要不就要靠禮裝等級提升更多ATK 來彌補他的致命缺陷 寶石龍和美遊禮裝都是純提升ATK的禮裝 強力推薦把他們練滿來搭配這種衝浪角色 而日服最新的盛大活動贈送的禮裝也是純ATK的 可以說是平民綠卡周回隊的輔贏啊 而輔助衝者的話 也就是那幾個常見的周回輔助角吧 總的來說 瓦爾基里可以說是一名強悍的寶具研發角色 穩定的NP回收率以及高低速 再加上必中的寶具 讓他在周回和普通推關都十分泛用 而寶具的即死效果對於打小怪來說 可以說是錦上添花 即使效果是放在傷害之後也不會妨礙到他NP回收的效果 再加上有一定的生存能力 可以說是必抽的從者之一啊 當然唯一的最大弱點就是基礎ATKD 所以寶具等級越高越好吧 寶一的話傷害可能會不太夠哦 而技能練度也是重點之一 不過他要吃大量的英雄之聖和極光鋼 在練技能的時候便要注意一點哦 不過就算撇竹殺的實用性 單單看著相當不行的卡面 和買一送三的戰鬥以及語音模組 這麼實惠的從者 不從真的說不過去啊 那還猶豫什麼呢 趕緊刻下去啊 那麼這次就差不多要到這裡了 如果有其他關於從者的搭配問題的話 歡迎追隨雷槍的臉書以及訂閱我的Twitch頻道 觀看更多FGO相關的直播 影片下方也有雷槍弄的一個專屬的FGO網站 專門放一些活動攻略以及從者攻略 也包括繁舟未來士和日服新從者 方便大家打活動和擬定訓練計劃 不介意的話就收藏一個吧 同時訂閱以及按小鈴鐺 觀看更多關於不同英靈背後的小護士吧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君 字幕君